中文貴在信中表示 教協是屬於老師的工會 一直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 重申7月31日回應兩個中央媒體的新聞稿中 已經提及教協的基本立場 自創會以來就一直以關心教育發展 注重私生權益及福祉為己任 將私生安全放在第一位 教協也一直關心國家民族發展 反對港獨 教協今後在推動會務時 會進一步貫徹這些基本立場 對於教育局停止處理教協轉介的投訴 教協在早前回應的新聞稿中 已經表示非常失望 馮偉華強調 教協會一如以往 繼續跟進會員的求助個案 解答會員就權益事宜的查詢 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 也希望當局能盡快恢復處理教協 作為工會的轉介個案 盡其本分解決存在在教育界的各種問題 他還說教協本周決定 今後將聚焦教育專業和權益的工作 全力做好工會的本業 服務會員 並繼續為會員提供多元化的福利服務 他們非常樂意去心聆聽會員和各界意見 努力做好會務工作 不斷求進 並有最後指工會的成功 有賴於會員的支持 再一次感謝大家的關心